各位创业小剧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创业新生代》 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我是创业小剧的凯尔 《创业新生代》这个节目是数位时代 和创业小剧在 2020 年同时也是 创业小剧十周年我们所推出的新尝试 希望在 podcast 风行的当代 让大家也能够用听的方式听见创业小剧 而我们节目的主角 当然也会是台湾新创产业里面最核心的力量 也就是新创团队 所以每一集十分钟左右的《创业新生代》里面 我们将介绍一家新创公司 让大家可以用最精华浓缩的时间 快速了解一个最有潜力的新创 首先让我们请今天分享团队来跟大家打招呼 我们欢迎圈圈科技的Alan 嗨 大家好 我是Alan 我先做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过去其实十几年的时间 都在数位广告这个领域 我从2006年加入这个行业 当时在雅虎期末 那后来去了 Messenger 然后后来又去了 Google 所以其实整个十几年的时间 在数位广告这个领域 那从2016年开始离开 然后加入这个新创的这个领域 那我们的这个圈圈科技这个公司呢 我们是2018年开始的 那着重在微网红这件事情 透过网红来做行销 OK 刚刚您有提到您的创业公司叫做圈圈科技 可不可以再带我们更深入的来聊一下说 圈圈科技针对在微网红这件事情上面 主要是做一些什么 好 其实为什么我们叫圈圈科技呢 就是这个圈圈的意思 我们的英文叫Influential 就是讲的是影响力这件事情 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自古以来 有这个大家在传播事情 其实最有效的力量是口耳相传 所以其实呢口耳相传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事情 只是过去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组织 而且很快速的方式传播 因为没有社群媒体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时代里面 大家每天的时间花的最多的就是社群媒体 所以怎么样可以透过社群媒体的力量 快速的传播 去达到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口耳相传的这个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这个也会跟我过去的经验 其实是有关系的 过去我一直在数位广告这个领域 其实我们着重的都是比较冰冷的 比如说browser cookie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忽略了真正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宣传 更强调的是说 怎么透过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跟共同的兴趣 来去让这个讯息能够很好的传递出去 所以听起来圈圈科技之所以要叫做圈圈科技的原因 就是因为希望可以让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经营他自己的影响力的圈圈 同时也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妥善的运用这些影响力圈圈 然后达到品牌行销或是扩散的效应 那刚刚Ellen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叫做微网红 所以一般消费者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在网路上面的网红其实都是非常知名 而且感觉影响力都非常的大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在网红生态圈里面是有不同的等级跟不同的规模 甚至是不同行情的吗 我觉得微网红跟奈米网红 我们先从数字上的定义来看好了 就是这一类微网红跟奈米网红呢 一般来说它都是等级数量级上比较小的 例如说以我们平台上的定义来讲 它会是1000以上就叫做奈米网红 或者你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网红 那1000以上至于上线是哪里呢 在平台上我们多数的数量是集中在1000到1万之间 这个占了大概平台八成左右 事实上一个有趣的数字啊 整个全台湾Instagram超过1万以上的这个账号的数量 占整体的其实不到1% 也就是说其实光1000到1万占整体Instagram 已经占了30%到40%之间 数量非常大 在台湾来说大概有30到50万人这样子的比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数字上的差别 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是说 因为这些网红呢 虽然是网红 但其实他们可能很多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网红 因为其实只是有很多的追踪者 他也没有想要用这件事情来赚钱 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会跟真正专业你在找大网红 在接洽上是不一样的 找大网红你需要透过经纪公司 你需要很多专业的来回等等 但很多小网红其实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就是你的消费者 只是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消费者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这些很有影响力的消费者 来帮你宣传你的品牌 因为他可能也之后来体验了以后就会爱上你的产品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觉得大网红跟小网红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第三点讲到影响力 因为这些小网红呢跟他的粉丝之间距离很近 影响力很高互动率很高 所以呢找到这些人呢 你就有机会可以在网路上透过这些人的宣传 有得到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奈米网红跟微网红好像不如我们一般所熟知的那个大网红 那么容易接触那么容易找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透过圈圈科技的应用跟平台 然后来好好的跟这些奈米网红或微网红接触 然后同时用在我们所需要的影响力上面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像这些网红实际上过去他不知道他自己原来有这样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自媒体然后个人经济 零工经济 实际上这个就会是最好的展现 因为这些人或许他真的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他很喜欢插画 他过去也找不到对他有兴趣的广告主 但可能在我们的平台上就会有一个花店啊 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网红会很有兴趣 就能够找到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作为常委效应里面 两边供给跟需求的媒合 那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找到这十万个网红 然后你们怎么把他们聚拢到平台上 同时又是如何确认他们的等级啊分类啊 他们的影响力怎么定义他们的影响力大小 这个你们怎么做到 其实影响力我们会以两个最主要的指标来衡量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本身的这个粉丝数 就是follow的数量 第二个呢我们会很强调的就是互动率 这个互动指的就是 他的每一篇贴文有被多少的按赞 有被多少的留言 那透过这些的分析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的每一篇贴文 他的粉丝跟他真正互动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是不是一个僵尸的账号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方式呢 帮你filter出来真正有效的人 那我们是怎么找的呢 实际上因为instagram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那开放的平台的意思就是 每个档案其实都是公开的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被follow 你一定会是一个公开的档案 那透过这些公开的档案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些资料 那透过我们背后的这个数据的 运算的技术跟分析 能够把这些不同的网红做一个不同的分类 所以这个是我们运用的方式 那当然再透过前台一个很简单 容易懂的这个平台的流程 能够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会把我们自己定位成 是一个社群行销的Airbnb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听起来从资料的获取到资讯的呈现这部分 都还是要透过一些特定的科技去把资料进行汇整 然后分析最后是呈现给所需要的客户的名字 是当然 OK所以听起来你们目前主要锁定的网红是放在Instagram上面 那之后有没有其他平台的应用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网红 或者是其他更扩大可以应用的商业模式 其实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Vision跟Mission 其实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每个人的影响力 都可以被很好的发挥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Mission是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并不会只局限在Instagram这个平台上 对我们来说我们最终极的目的是想要让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 只是每个人影响力发挥的方式跟频道可能不一样 例如说Instagram可能是他其中的一种 YouTube可能是他其中一种 Facebook可能会是另外一种 那其实我们只是先从这个Instagram切入 那切入之后我们就会去借接很多未来的这个产品 我们就会去把其他的这些social channel接进来 那就可以真正达到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 好非常谢谢Alan今天来接受创业金生代的首录 节目首录的采访 那你可不可以用最快的时间让告诉大家 如果要使用群群科技的服务 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找到你们 好的圈圈科技其实非常容易 我们现在呢就是网站以网站的形式存在 所以大家不管你是在手机或者是那个桌机 你只要在browser上面搜寻圈圈科技 或者是influential这个名词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呢是免费注册 只要你注册了之后呢 而是广告组 你就可以去使用很容易的使用我们的平台 那如果你是网红你自己觉得 你有很多的粉丝你也想要来接案子的话 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注册变成是平台上面的网红 你就可能有机会可以接到很有趣的案子了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圈圈科技的Alan 希望之后我们也有机会可以透过圈圈科技的平台 邀请到网红来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谢谢你 最后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创业新生代 如果你对这一集分享的团队有兴趣 在创业小剧的网站都可以找到更深入的报导 另外在创业小剧的新创资料库 你也可以找到这个团队的联络方式 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创业新生代 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